当年刘德华可是当之无愧的国民男神,受到了许多粉丝的疯狂追捧,其中一位叫杨丽娟的粉丝为他疯狂的甚至上了新闻。 张丽娟是甘肃人,16岁开始就疯狂的迷恋刘德华,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刘德华,但他知道这不可能实现,于是,向方设法的去见刘德华,但图片来源于网络初中辍学,开始疯狂的追星,父母家人的劝阻,统统无效,于是开始卖身卖榜,一给他筹钱,去香港或北京见刘德华,但他去了两次香港, 没有见到一次刘德华,非常失望,后来刘德华在香港开粉丝见面会的时候,他真的见到了刘德华,还合了影,照片中他羡慕的眼神,足以看出他对刘德华的痴迷,本图片来源于网络,后来他又得寸进尺,逼着父亲借钱,想要和刘德华独处一段时间,父亲非常生气,但又实在筹不到钱了,最后敲海自杀了, 父亲自杀后给女儿留下了一封信,信中大部分是指责刘德华的女儿,看了信之后非常的后悔,也非常的自责,最后竟转过来去骂刘德华,本图片来源于网络最后绝的事情过去多年, 杨丽娟和母亲相依为命,母亲又残疾,家里一分钱也没有,杨丽娟如今在当义工,只管饭,非常凄惨, 原本这个家庭父亲是教师,生活虽然不算多富裕,但是也非常幸福,但因为杨丽娟的疯狂追星,使这个家庭变成了这个地步,实在令人惋惜。